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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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搭配其他的血管治疗模式 可能是合理的 那接下来我们在受缺血性脑族中 介入治疗的第三种常见方法 即动脉溶酸技术 那么我们有两项研究 这两项随机的对照试炼 为动脉溶酸治疗 急性缺血性脑族中提供了证据 之后尚没有新的动脉溶酸 治疗急性缺血性脑族中的研究结果 那么对于支加取酸手术 没有能够达到完善再通 而患者仍然处于发病六个小时以内的 动脉溶酸的时间仓内 那么我们在动脉予以重组 组织型千溶酶原集合剂 即RTPA进行补救的治疗做法 目前仅限于临床的经验 尚没有明确地询证了证据 那么因此我们的指南推荐意见 对于动脉溶酸 有益于经严格选择的患者 适用于发病六个小时以内的 大脑中动脉供血区的 急性缺血性脑族中 那么在时宜使用基在取酸的情况下 不应该优先使用动脉溶酸治疗 那么对于既有静溶溶酸的 经济症的急性缺血区脑族中的患者 经严格地选择 可以考虑在发病六个小时以内 使用动脉溶酸治疗 但是活益尚不明确 那么对于取酸手术 没有达到完善再通 而患者仍出于六个小时内 动脉溶酸治疗时间长的患者 那么动脉给予补救性的RTPA治疗 可能是活理的 但是活益尚不明确 接下来我们介绍缺血型脑族中 介入治疗的第四种常用的方法 即急性期血管成型素 及指甲子乳素 该方法又包括 急性期颅内血管的成型素 及指甲子乳素 急性期颅外血管的成型素 及指甲成型素 首先看到急性期颅内血管成型素 及指甲子乳素 那么血管成型 及指甲子乳素 常用于大血管比赛族中 取酸失败的补救治疗 那么对于取酸失败的 缺血型脑族中患者 指甲子乳 可能是可行的补救措施 那么有项研究拿入了20例 缺血型脑族中患者进行分析 结果提示 对颅内血管必塞 采取指甲子乳素 可能是有效的额外的治疗 那么接着我们看一看 急性期颅外血管成型素 及指甲子乳素 那么目前有一些小样本的研究 报道了颅外血管成型 及指甲子乳素 在急性期的应用情况 颅外冻的血管成型素 或指甲子乳素 在急性缺血型脑族中的应用上 需要更多的研究明确 目前认为以下的情况 可以考虑紧急实施 血管成型素 及指甲子乳素 颈动脑或椎动脑颅外断 重度动脑中央硬化性 狭窄或者夹成 导致了血管完全或不完全的避塞 而引起的急性脑族中 那么指南的推荐意见 急性期颅内动脑血管成型素 或者是指甲子乳素 可能是介入取酸失败的 补救治疗措施 那么颅外断 颈动脑或椎动脑血管成型素 或者是指甲子乳素 可以用于 急性缺血型脑族中的血流重建 如治疗颈动脑重度狭窄 或夹乘导致的 急性缺血型脑族中 谢谢大家的明天